那这一份呢就是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可以看到他们在中国版面的这一边呢 有放上侯友宜的新闻 而且还是放上他在昨天桃园机场的行迁讲话 那标题就直接写到侯友宜说要让中华民国再次起飞 直接把中华民国都写了出来 新北市长侯友宜出访新加坡 新国媒体也相当关注 毕竟新加坡时常扮演两岸官方交流的第三方角色 侯友宜这一趟是否是来向国际表述自己的两岸论述 20号的行程可以看出猫腻 侯友宜的公开行程是从中午才开始 参观绿色永续建筑 接着三点参观南洋理工大学新创基地 晚上再去参观纽顿首识中心 白天的空档可能去会见新加坡总理林显龙吗 不仅如此 在侯友宜下他的香格里拉酒店还有意外插曲 从车牌以及车头的五星旗判断 这是中国大使馆的车辆 而这一位上车的女士疑似就是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孙海燕 难道中国也来打探消息 不管是刻意安排或是凑巧 都让侯阵营绷紧神经 而就算人在国外 她跟国内沟通依然临时差 侯友宜脸书发文 一下飞机没多久就接获消防局长通报 发生严重民宅火警意外 整个夜里一直心系此事 不断透过岳阳通话 掌握相关救援情况 即便出访 辖区内灾情 还是要顾好 华宇新闻由博志李鼎长 新加坡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